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赃 为你带来的 车王女哥风雲再起家强版的 直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一平的帽仔 vs3P愤怒哥 来吧 这场双方比赛无规则 可CD可裸杀 只要你能用 无限连都可以 是吧 帽仔这边是一个新加班两问 愤怒哥是一个老卢两问 你下老卢打完一杀 反而要被带走嘛 母里母里母里 漂亮 这是下等马打上等马 还把你上等马给拿掉了 那就很难受了 来看下一回合吧 虽然说老卢这个版本 是毫无疑问的天花版 对吧 同志级别的 但是 怎么讲你也得起手啊 而且新加班是可以 无限连的 升龙超杀嘛 也不见得会 弱于你的老卢 对吧 还在看愤怒哥的连娜 大家都知道 愤怒哥的连娜 或者说 他的原版力回啊 很强的 很强的龙龙龟 还是风云呢 感觉愤怒哥 还是要适应适应 这节奏会非常快的 对吧 一波未停 一波又起好 抢拆普通头 高西地虚黄 哎好 我先发射 带走 这下预毒对方起跳 还是非常的帅啊 来看一下一回合 看一下帽仔这边的板机能 跳重腿 可惜没出康 不然可以确认的 我有波动打 断 再波动 再波动 烫到手了吗 可能是啊 扎手了 扎手了老铁 你和CD交出来 不给进攻 逆向下 币两点 可吸转 精拳没跟上 谁叫一条落地 拆普通头 不能说这边残血 要不要暴走呢 我觉得可以哦 哎 这下还好没有办法 被血反应滋血 下必两点 前走C 手被拆 哇 这帽仔反应好快 猜到你要做什么了 这还好站着了 是吧 这如果是蹲姿的话 是拆不了的 有什么直接裸 来吧 父子对决啊 反击狼 vs反击周魔 双龙被血反 X龙胡乱我 来吧 晴天维富就教教你 什么是极限流失奥义啊 单掌破防 可惜没开VC 可能也是没想到 对手会中 来吧 C 投信凡 大跳 这手强转 没了 天帝霸王拳 反击狼表示 老爹 是这个吗 对吧 你指的奥义 是这个吗 确实啊 这拙魔 他的隐藏是个假招啊 完全没有 天帝霸王拳好用 主动的 而且一拳打晕啊 只论隐藏的 这个性能的话 拙魔是没法 跟反击狼比的 倒中拳 呦 这个下行拳 被刮到 一下 无法及时确凡 看一下 分路哥这局 老奴还在跳压 这其实还是 蛮少欠的 你像这种无限器 或者说无规则的话 基本都是直接裸 把老奴要么裸 要么裁 猜拳者 但是 分路哥 没有这么选择呀 猜拳者 叫狙击球晃 落地 再猜拳者 对了 猜拳者 再队 巨人压杀 没有跟上 抢猜普通球 拉开距离 但也很伤啊 这个老奴 没有拼过 比例呀 来看一下 下一回合 看一下分路哥 这边的 安迪 阿比 随必躲下C 但是 还行 等于接受 感觉分路哥 真的没有 常打这种 风云的无规则 看得出来 分路哥好像 对于老奴 都没怎么练过 感觉没有那么生猛 我们之前 看到过那种 无规则的老奴 基本都是 走一步 裸三次的那种 疯狂的裸 开局不干别的 裸爆BC 后跳 发波 前跳我就裁剑者 不跳我就裸你 就非常的霸道 但是分路哥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打法还是风云 或者做原版的打法 下C打中 怎么想 这局要被穿三 铁山靠 好像也是要被穿三了 铁山靠 顶起来 但是带不走啊 漂亮 拒绝穿三 但是仅此而已了 想反三啊 基本是不太现实 威斯这个角色 局限性太大了 可以重胜追击 但是不能一蓝光蓝 他跟大门还不一样 大门他的拳脚去码 是比较强制的 但是威斯呢 差点意思 看一下比分二比零 看这局怎么想 有怕老奴好后后 凯萨波 要不要爆BC 好像没有这个打算 裁剑者一毒 你想打个C头 看这分鲁哥 这局是误了吗 好像是误了 兄弟们 波动裁剑者 不动就裸你 这波少年 也不及 我也不信封 我也不跳鸭 我看你动不动 不动我就裸你 先从点下盘 超大批号 两只一辣 虽然说很有可能落空 但是就是中了 两个波 先从延迟点下盘 一体果断CD 打老奴 因为也只能CD了 哪没有别的办法 老奴只要不跳 你只能裸不中 好命向裸B 抖开2P的波动 来怕6B取消 MaxV次进去 还有一个爆炸环 但是还是没带走 好C头 这下分鲁哥 很明显想裸AB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 起身倒是可以裸 真的可以裸 看一下分鲁哥 这边的马克基马 后大跳 哦也漂亮 后大跳 预判到RT的能量 闪生或者裸B 但你肯定想前AB了 一颗CD交出来 看一下 先充延迟 好 也不急 反正可以CD 分鲁哥现在大可以 跟你敞开 拉开架 跟你 炮 都是可以的 带走 开架的不是我吗 进攻压力在你的话 可以CD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稳定器了 基本很难暴毙的 只要你不被责得特别惨啊 当然被责得特别惨这种 除了人口之声啊 不然的话 其他要么是那种 实力差距特别大的 基本不会发生这种事 对吧 跳A抢空 一批直接一颗CD 愤怒个好跟头 这伤害真的高啊 高的恐怖啊 来看一下帽仔这边 新加班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终于登场 来 最后再一个 一批地上攻前冲战 Z6B 漂亮 逆向在这连转 失误身为过远 贪了一下 到他裸撞 无限连带走 打是可以裸的 新加班都可以裸 更不放弃 老卢了 来看一下一回合 看一下 愤怒哥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比利 强拆普通口 反应速度很快 在飞翔角 新加班飞翔角 开始操作了 战CD打乱动 胸前点乱动 前冲下 青少被CD 奔路哥板边这个位置 我有连续的拳脚风位 但是都被AB闪身躲开 一个CD交出来 看一下 有这比利 前冲强拆普通口 比利要面对金加班的狂攻 可以说是非常的难 压力三大 但愤怒哥开始立回了 这恰恰是愤怒哥最擅长的 是吧 牵制 立回 拉扯 一次写 下青拳 后大跳中拳 这几下班很难办 前大跳 也位置 好 超差裸中 无限连坏了 但是连段失误 时间不够了 多一避 战C6B 但是奈何 哇 差最后一秒 关键时刻连段有失误 愤怒哥是贪贪 拿下一分啊 不容易不容易 来看下一回合 看这局怎么讲手滑老罗 能否发挥一局啊 大跳中腿 可惜地防住 瑞比裁剪者 好超差再跟 漂亮 就该这么玩 可惜不是妹 超差 如果是的话 伤害会非常高的 看一下这头 哦呦 裁剪者 无法被缺反 你看给这头造成的 兽机降值是一方面 而且你收招也快 把身位也拉开了 所以基本是很难缺反 除非防住第一下以后 立刻能量产生 那是很难做的 呃 如果防住第一下 立刻AB的话 那基本是要带一点预判的 哦 连续AB 哎呦 没办法 这个跳中拳 只能裸AB躲 但是又不能完全躲开啊 来看一下 奔努哥这边的小草 小跳楼梯 前线中飞 直接被CB 大蛇直接裸 可以裸的 呦 下C 哇 好险啊 这MAX大蛇 虽然说 是一个神技啊 裸杀的强招 但是也不能一直用 双龙对方 哦呦 直接开枪 裸AB躲开以后 怎么说 袖神神 六臂取消 前线中飞 毒咬荒 毒咬 其实武士改 哇 这是我的话 我就袖神神了呀 但是奔努哥 可能是怕抓空啊 这一瞬间 怼了一个 开枪啊 给我吓一跳啊 看一下 帽在这边 克里斯 嗯 先向一跳 轻小想则 逆向被下C对空 不行 哦 先向一跳 过顶一波 逆向底半 或者说是正向 逆向啊 逆向的逆向吧 也不完全等于正向 找C对破掉 奔努哥 感觉还是完全没有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啊 看一下最后一个龙二 这个龙二这个反本可以说是无敌 无规则插刀子 冒在很懂 根本不会给你近身 或者把你 把我关进版边的机会啊 高挑天下凡 骗C对 因为这边就想想 供华城取消BC 再接华城 Max连续华处 奔努哥 好像没有机会了 额 下三点六地开始BC 大跳中 啊 大跳CD 应该也没什么机会了 奔努哥 感觉是 裸一裸不动 没了 感觉这无规则 还要再练一练 带着跟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帽子还是猛啊